好 直播观众可以看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过去一个星期可以说是饱受龙卷风之苦 在中旅湾市中心这个停车场可以看到小客车就像玩起叠叠乐一样互相堆叠在一起 而且部分车辆挡风玻璃跟车窗都被龙卷风带来的杂物给敲碎 整座停车场能看到树枝树叶散落一地 目击者表示当地疑似是发生龙卷风 漏斗云从接触地面到袭击停车场其实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而且因为龙卷风卷起电线让当时附近不断出现火花 此外这场龙卷风还破坏了附近的建筑物 甚至有公寓的屋顶悬挂着铁片 路边店家的落地窗也已经破碎瓦解 还好这场龙卷风来得快去得快 当地警销表示尽管有不少车辆跟房屋受损 不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上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主播 新闻网APP